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七月七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独家报道 欧洲议会将呼吁抵制北京冬奥 并就苹果日报关停事件制裁香港领导人 议会预计将支持一项动议 对于香港自由社会的瓦解表示关切 这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动议还敦促布鲁塞尔 对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内的香港领导人实施定向制裁 文章介绍欧洲议会在周二和周三早些时候敲定了一项决议 加大对于北京持续镇压的批评力度 议会将于周四举行辩论和投票 预计决议将以多数票通过 但是不具约束力 将为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提供有关于议会中 普遍存在的问题的指导 议会是欧盟唯一选举产生的主要结构 南华早报看到的决议草案 敦促欧盟对于香港政府官员实施定向制裁 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律政司司长郑若化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以及罗伟聪还有李家超等香港官员 同时还呼吁制裁大陆官员 包括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他的前任张晓明 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还有北京维护国家安全办公室主任郑彦雄 以及在采取行动破坏香港高度自治和自由措施和共盟行动中 起到关键作用的中国机构和个人 拟议的决议包括二十八个要点 比如效仿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推出救生艇计划 允许香港的民主活动家和政治领袖前往欧盟 而消息证实尽管法国和德国领导人本周初与习近平通话时表示支持协议 但是议会对于欧盟中国投资协议的立场仍然没有改变 如果没有议会的支持 投资协议就无法向前推进 议会在新疆问题上与中国仍然针锋相对 阻止了协议的进一步批准 而南华早报文章介绍 在欧洲以前是一个边缘问题的一次巨大升级中 议会将呼吁对于北京的二零二二年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 据此欧盟机构和成员国将拒绝邀请政府代表和外交官参加 除非中国政府证明其人权记录已经有经过何时的改善 领导中左翼社会主义民主党联盟谈判的德国欧洲议会议员则表示 这是一次很轻易的讨论 我们对于新闻自由非常关注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民主的最高原则之一 另外一位德国议员则表示 他推动将抵制奥运的内容纳入其中 这一点也得到了绿党的支持 但是也有欧盟委员会的消息人士表示 呼吁抵制奥运会的做法并不明智 因为欧盟成员单独参赛 而委员会官员一般不被邀请参加此类活动 消息人士表示这十分荒唐 虽然在是否针对香港官员进行制裁方面还没有决定 但是短期内不大可能真正落实 这个消息人士表示情况还没有戏剧性 到导致到欧盟统一制裁的程度 没有什么迫在眉睫的事情 我们继续实施去年的措施 每天都在密切关注有关决议 而该决议对于香港人权状况迅速恶化进行了提醒 具体而言是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公开攻击 并对此表示震惊 决议将以最强烈的声音声援所有香港记者 尽管国家安全法生效 但是这些香港记者继续竭力捍卫媒媒体自由和独立新闻报道 继续报道香港事件的演变 同时报告还指责欧洲银行参与冻结属于前民主派立法者的资产和银行账户 并呼吁欧盟评估其参与情况 同时呼吁欧盟游说联合国任命一位香港问题特使 并呼吁欧盟和成员国考虑将七月一日作为与香港站在一起禁运日 苹果日报的关闭导致了整个西方的广泛批评 苹果日报的几位高级编辑和成员依据国家安全法被逮捕 积木公司一传媒的资产也遭到冻结 使其无法继续运营 而苹果日报在六月印制了最后一期 创始人黎智英因为涉嫌与外国势力勾结危害国家安全而被捕 欧洲议会议员还指出 立场新闻已从其网站上删除了文章 由六名董事辞职 所有这些都是令人担忧的对于香港新闻自由的进一步侵蚀 而香港不在下周一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早期议程上 届时欧盟二十七个成员国将讨论重大外交政策问题 会议的准备工作仍在进行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长篇独家报道 文章介绍表示中国基因巨头收获了数百万妇女的有关数据 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产前测试 将孕妇的基因数据发送给了与中国军方一起开发的公司 而对此美国认为存在严重的安全风险 路透社对于科学论文和公司声明的审查发现 有一家在世界各地销售产前测试的中国基因公司 与军方合作开发 并利用他们收集了数百万妇女的基因数据 对于人口特征进行全面研究 华大正在收集的大量基因组数据 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分析后 可能会给中国带来经济和军事优势 路透社文章介绍 随着科学确定了基因和人类特征之间的新联系 获得最大最多样化人类基因组织战略优势 而军事顾问表示 这项技术可以推动中国主导全球制药业 也有可能导致基因强化的士兵 或者是针对美国人口或食品供应链的工程并原体 路透社发现 华大的产前测试世界上最流行的测试之一 是公司的基因数据来源 而该公司与中国军方合作 提高人口质量进行基因研究 以应对士兵的听力损失和高原病 华大表示 它存储并重新分析产前测试和剩余血样基因数据 而这些测试至少在五十二个国家销售 用于检测胎儿的异常情况 根据路透社查看的华大代码显示 这些测试还采集了母亲的遗传信息 以及她的国家身高体重等个人详细资料 但是没有具体姓名 到目前为止全球已有超过八百万妇女参加了华大的产前测试 华大没有对外声明有多少妇女在国外进行测试 只说存储中国大陆妇女的未知数据 这些测试对于参与测试的妇女来说是一种私人程序 也是常规产前护理的组成部分 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 他们产生的研究信息越来越强大有力 比如华大的一项研究 使用军用超级计算机重新分析了相关数据 并绘制了中国妇女的病毒流行图 寻找他们的精神疾病指标 甚至可以挑选出少数民族 寻找他们的基因和特征之间的联系 华大积累的产前数据的规模 以及与军方在产前和新生儿研究方面的合作 以前没有被报道过 路透社发现自二零一年以来 该公司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了至少十几项有关联合基因测试研究实验和改进分析数据相关的分析报告 公司证实从中国境外妇女产前测试中收集的DNA数据 也被存储在中国政府资助的基因数据库中 该数据库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数据库之一 深圳政府和北京最大的国有投资机构 在二零一四年入股的BGI公司仍然负责运营基因库 路透社报道没有发现华大方面违反隐私协议或者是法规的证据 但是基因测试网站上的隐私协议表明 当收集的数据与中国的国家安全或国防安全直接相关时可以共享 北京在二零一九年颁布的法规则明确表示 基因数据可以是国家安全问题 从二零一五年以来 它限制外国研究人员获取中国人的基因数据 相反美国和英国则允许外国研究人员访问基因数据 作为开放科学政策的一部分 华大在给路透社的声明中表示 从未被要求为国家安全或者是国防目的向中国当局提供其测试数据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海地总统相关消息 海地临时总统克劳德约瑟夫宣布 海地总统莫伊茨在七月七十夜间在家中被一个暗杀小组刺杀身亡 莫伊茨终年五十三岁 根据来自美国媒体ABC的报道 两天前被解除总理职务的克劳德约瑟夫表示 总统在家中被讲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外国人暗杀 他们袭击了共和国总统的住所 还说总统的妻子在袭击中受伤并致愿治疗 补充说安全局势已得到控制 呼吁保持冷静 并表示警察和军队将维持秩序 莫伊茨在二零一七年上台 总统选举在期间被多次取消 在接近百分之八十的弃权力为标志的第一轮选举中 再次当选海地总统 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 海地总统被刺杀事件十分可怕悲惨 表示已准备好帮助这个处于危机中的国家 白宫发言人说 如果有调查 我们随时可以以任何方式来协助海地人民海地政府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则表示 对于莫伊茨总统的去世感到震惊悲痛 他补充说这是令人发指的行为 呼吁大家保持冷静 并向莫伊茨的家人和海地人民表示哀悼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前总统川普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美国媒体Axios的报道 川普计划今天宣布对于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 还有推特的首席执行官杰克多西 提起集体诉讼 定于在今天上午十一点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一消息 而官司的核心内容是有关于脸书以及推特限制第一修正案权利 所谓言论自由权的相关情况 本章介绍这是川普与推特和脸书 在所谓言论自由和审查制度方面长达一年斗争中的最新升级 川普被完全禁止使用推特 并在两年内被禁止使用脸书 而同时说到跟前总统川普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卫报的报道引述我们确实赢得了这一场选举 这一本刚刚出版的由华尔街日报记者所撰写的书籍中 川普在一次急性的历史课上对时任幕僚长表示 自己觉得希特勒做了很多好事 当时凯利提醒总统在冲突期间哪些国家站在哪一边 并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希特勒的暴行联系在一起 而川普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完全是虚假的 川普总统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 这是捏造的假新闻 可能是一个不称职并且被解雇的将军所为 所说的正是凯利本人 但是华尔街日报报道表示 不具名的消息来源说 凯利当时告诉总统他错了 川普毫不畏惧 强调了一九三零年代希特勒统治下德国的经济复苏 凯利再次反击 并认为德国人民与其受到纳粹的种族灭绝 还不如陷入贫困 华尔街日报记者补充表示 凯利当时告诉川普 即使他有关于一九三四年后 纳粹统治下德国经济的说法是真实的 但是总统你不能说任何支持阿道夫希特勒的话 你就是不可以 凯利的儿子本人在二零一零年在阿富汗作战时被杀害 凯利在二零一九年离开白宫 此后他多次对于川普进行抨击 据说他告诉朋友 他所服务的这一辈总统是我这一辈子见过的最具有人格缺陷的人 华尔街日报记者在书中介绍凯利尽力克服川普对于历史的惊人漠视 凯利本人是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将军 最后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外交方面的消息 根据中国央视新闻报道 习近平在七月七日晚上与捷克总统泽曼通话 习近平表示高度赞赏捷克方面多年来坚持从大局和长远出发 看待中国和捷克的关系 并希望捷克方面更多人士可以正确看待中国和中国发展 致力于加强两国沟通和合作 他特别表示双方要善用共建一带一路平台加强抗议合作 习近平还强调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成果逐项实施 希望捷克与中方一起努力等 而同日希腊总理也接受习近平的邀请 在今天宣布出席明年北京冬奥会 此举时机十分微妙 刚才华尔街日报向您介绍 按照原定日程欧洲议会明天将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抵制冬奥会的动议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我们频道的其他节目 感谢观看